《數顏之宣文》 作者橫山文章 八期文化出版 第169頁 在東京亡命時期 還有一項能與組織中華革命黨匹敵的大事件 打便時與宋慶寧的成分 當然 照理說 這應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大喜事 而非大事件 不過 此時孫文50歲 宋慶寧才24歲 一路爬上中國最高權力者之位的人物 與小自己26歲的年輕女性結婚 這實在很難不讓人懷疑 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雖然政治婚姻的氣息 沒有孫文後繼者 蔣介石與宋慶寧之妹 宋美玲的婚姻來得濃厚 但也令人難以相信 這僅是單純的愛情 宋慶寧的父親 宋家樹是出身海南島 支援孫文的華僑企業家 她的三個女兒就是被稱為 宋家三姐妹的宋愛玲 宋慶寧、宋美玲 姐姐宋愛玲的丈夫為宋長熙 姐姐宋愛玲的丈夫為孔長熙 出身中國呼風喚雨的四大家族之一 掌握國民黨財政 妹妹宋美玲之後與蔣介石結婚 有時眾所周知的著名婚姻 弟弟宋子文 也曾擔任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 十分活躍 宋氏一族可說是比宋家更上一層的政商家族 俗語說英雄本多情 宋文也不例外 在中國傳統的三妻四妾盛行 有能力的男性 在正式的妻子愛 還擁有妾 中華民國成立後 確立了近代國家標榜的一夫一妻制 縱視重分罪 視為有罪 然而三妻四妾的風格 一直到1950年代都尚未改變 宋文的第一位政妻為盧慕晶 但她對政治不感興趣 實際上照顧青年革命家宋文生活起居的 是被稱為被遺忘的革命女性陳瑞芬 當時宋文與盧慕晶尚未離婚 與陳瑞芬也沒有正式結婚 以日本的說法 陳瑞芬比較像是情婦 第三者在中國則稱為妾氏 宋文在日本亡命期間也是不亡風流 與年紀輕輕的大月婚交好 生有一類 名為宮村富美子 接著 於中華民國建國之際 宋文的明星享譽天下 她先與鄉下人勞無精離婚 再拋棄了一同從事革命運動 不斷從旁協助的陳瑞芬 最後與受過美國教育的材料 宋慶寧成婚 這句梅屋莊吉養女剛本梅子的描述 當時住在梅屋摘底的宣文 第一次見到 環袖獨於東洋英俄女子學校的梅子 便向梅屋表示 請把女兒嫁給我 梅子同意 梅屋莊吉也